嗨,大家好,我是吴婷 我现在还在度假中 我在一个游船上 我在迪斯尼的游船上 我后面就是汪洋大海 我现在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一个餐厅 因为如是吃饭的时候 所以比较安静 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感想 找个光线好一点的 那迪斯尼我们都知道 Water Disney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上个世纪 大概30年代起家的一位艺术家 他用他的想象 完全是靠他的想象 和他的艺术才华 创立了迪斯尼王国 那这个王国呢 伴随着多少美国人成长 或者说是全世界的孩子成长 他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有利的 寓教于乐 一个非常有利的 一个message 这个message是什么呢 就是说 无论你的梦想 看起来是多么的遥不可及 或者说你的愿望 看起来是多么的绝望 但是只要你不放弃 永远不放弃 只要你为这个梦想 为这个愿望奉斗 勇敢的走出第一步 勇敢的走出 就是让你平时觉得 不那么自信的 第一步 向未知的领域 走出第一步 胜利就在望 那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中呢 你会认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 一些非常好的战友 他们会是你的人生的财富 那这个主题呢 是我想呢 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 那么多国家的欢迎呢 几乎是全人类的主题 成为了美国的文化 也是让美国的文化 有那么深远的全球影响力 因为呢 他说的是一个全人类的 一个奋斗的 一个主题 那今天呢 我刚刚看到 刚刚看了迪士尼的一个新的电影 叫A Wrinkle in Time 这部电影呢 和迪士尼的很多经典电影 比起来呢 其实拍的呢 有点擦强人意 但是呢 这个主题是不变的 为了一个看上去 似乎是绝望的愿望 一个女孩子 和她的弟弟 和她的一个朋友 踏上了 寻找她父亲 解救她父亲的道路 在这个道路当中呢 她克服了无数的困难 她拒绝了很多诱惑 然后呢 最终 战胜了 邪恶 把父亲 和她的 和她的战友 安全的 带回了家 这部电影呢 有一个侧重点 就是如何战胜 如何战胜 邪恶 当中呢 说了一个侧重点 这个侧重点就是 为了战胜邪恶 你首先要正视 自己灵魂中的黑暗处 只有当你正视 灵魂中的黑暗处 用爱 拥抱自己 爱护自己 甚至去爱 那些黑暗的地方 那么光 才能够 照射进来 照亮你灵魂的 每一个角落 让你 战无不胜 我觉得这个 message 是非常的强有力 因为 我们的敌人 无论是有形的 还是无形的 这个敌人呢 也许是时间 也许 就是残酷的市场 也许呢 是 一些邪恶的 政治力量 你的敌人 都会利用你 灵魂当中的 阴暗处 打击你 狠狠地 打败你 我们每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 多多少少 都会有伤痛 都会有不自信 都会有失败 甚至成功 也会成为 你的 阴暗面 我们怎么样 正视自己 真正的 直面人生 直面自己 也许 才是我们能够成功的 最后的 秘诀 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 刚刚开始